你有沒有聽過偏方是新冠肺炎 但金油,好像可以預防 他說塗進去,塞在鼻子裡 然後可以八小時不戴口罩 那些東西說幫甚麼涼茶 我剛才收到一份 聽說是北京的醫生給出來 有二十種藥 陳皮,即是一些中藥的配方 是… 你個人信不信? 信,我認識那個人是可以的 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 確診人數天天飆升 醫療系統面臨崩潰 越來越多無症狀 或者輕症患者被迫滞留社區 在家旁邊 所以他們都要想辦法 自救應對病情 難怪最近社交媒體 紛紛湧現聲稱 可以治療新冠肺炎的偏方 像這個 就說只要在椰青水加點鹽 再加點青檸汁混合來喝 即時藥都病除 他們發燒喉嚨痛是不是? 喝了兩個小時就見效了 可以說沒有了,COVID 在印尼現在很紅,在喝這個 這個就說用玉桂粉 加蜜糖、發醋和檸檬汁 再用熱水沖泥喝就可以了 還放死你不信 吃蔥即喝,喝給你看 喝這些去菲律賓兩個兒子 中了新冠病毒 就喝這些,還有用毛巾敷臉吸清氣 就好了,又沒吃藥就沒吃了 好 這個是菲律賓的獨步秘方 一點甜,一點酸 是嗎? 非常好,一天喝兩次 沖杯椰飲就說治療新冠肺炎 是真的嗎? 很多時候每個地方都有醫食同源 他們有自己民間的單方 不是武效 可能對這個煙喉不舒服 口乾 還有可能發燒 覺得出了汗之後很累 有幫助 因為椰青中醫有清熱、涼血的作用 但這個是病毒 他喝完表面上的有效 但實際上過去兩天 燒一直高上來 或者病毒一直侵襲別人的時候 這個就不夠力了 肉桂有一個好的作用 如果我們現在很冷 喝完真的會有助乳寒 還有驅風散寒 還有溫陽的力 甚至乎有助人預防感冒 但是如果你中了病毒的時候 可能這個療程就未必是可以合適 因為他加了蜜糖、肉桂、白醋 希望他有一點射的作用 射完他覺得去了濕 他的心肝肺炎當中的症狀 就是真心骨痛累 我相信部分朋友可能喝完會覺得舒服 但到了真的病毒 要排得完就要比較困難 歌星鄭子豪還拍了影片 說塗一些萬金油在手 搓兩搓、索兩搓 再閉氣幾秒 都說可以對抗到新冠肺炎 而且坊間敬氣 難道真的行嗎 中醫古代這麼說 坊香就化濕 坊香就會鬆醒 你很多時候不暈香 滴一滴藥油 索一索你就會精神 可能你覺得暈滴的時候會精神 但到了抗病毒 暫時看不到它有這麼大的作用 偏方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不過說到最多人相信的 又如何少得中醫藥療法呢 就像早前中成藥 連花青溫膠囊就一度賣斷糞 最近就連中央送陣給香港的 金花青錦火粒 一樣成為搶購目標 一合難求 很多人有理沒理,買了才算 說買定旁新 我覺得也可以 這麼久以來中藥 都是有她那種方法的 中藥的副作用比較少 那究竟吃了又沒有功效? 中醫師黃晶晶 在二月初不幸中招 就真是親身試過 她當時還懷孕了十四週 收到確診通知 政府也只是叫她留在家裡等通知 未來得及擔心寶寶寶會否感染 確診當晚自己已經出現病徵了 初三那一天有一個低燒 發冷、流鼻水、打黑癡 一些類似中醫所說 是瘋寒的症狀 所以我有一個感冒的清熱充劑 它的成份都是一些驅表寒 以及幫助我們將寒邪 驅出體外的中藥成份 我看了成份都相對比較安全 就算是孕婦也能吃 除了感冒充劑 當晚她還吃了 蓮花清溫膠囊 雙管齊下 開始食用這兩個中藥之後 其實我當晚已經退燒 即是九點的時候發現自己有低燒 然後晚上凌晨兩點起床 已經退燒 其實已經沒有那種很辛苦的感覺 因為蓮花清溫膠囊 還有這個感冒清熱充劑 其實它本身都是有退燒的成份 包括一些蓮橋、板藍根、魚腥草 其實它本身都是有幫助我們消炎 退燒的一些成份 所以我沒有額外再吃西藥 雖然一晚就退燒 以及舒緩了肌肉痛 不過她說接著幾天 還有喉嚨痛、咳嗽和黃痰 所以她也吃了四天這些中成藥 不過她身為中醫師 所以懂得因應體質調整份量 因為蓮花清溫膠囊 裡面含有一個麻黃 本身有止咳平喘 幫助我們驅寒的一個中藥 另外大黃 就是有一個清熱卸火 以及有活血化於藥功效 其實孕婦要很順用這兩個中藥 所以我比普通正常人 少服用了一點 正常一個大人是使用四顆一次的份量 我就使用三顆 當我症狀減少了 沒有什麼喉嚨痛的症狀的時候 我就是兩顆一次 我覺得中成藥是適合一些 得不到醫療的幫助 或者本身是沒有一些基礎病 我們說高血壓 或者是肝病、腎病 這些類型的輕症的病 或者是我這些比較年輕 又不是老人家 又不是五歲以下的小孩子 其實我們都建議可以試一下中成藥 黃晶晶用了蓮花清溫膠囊 余太剛試了金花清錦火粒 試完二月中 她兩個兒子先後確診 之後還傳給她和老公 以及工人姐姐 一家五口中招困獸鬥 幸好兩個兒子很快退到宵 但是大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其實我們是發燒、喉嚨痛、鼻塞 還有很多痰 是多痰到喉嚨 是有些喉嚨的感覺 但是吸不到出來的 有沒有吃西藥 其實有吃西藥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很散 我是吃了某一隻鞋子的藥 覺得它是穿了出來的 我睡了一個午覺 睡了兩、三個小時 開始噴到喉嚨是痛到是疼的 無計可施 唯有打給看開的中醫師求救 一開始其實什麼都行 因為朋友是寄了一盒金花給我們的 但其實很老實說 我吃金花我跟她的份量 一天吃三次 每次一包其實都還未成功 喉嚨就很痛 痰是越來越多 我就問醫師 醫師就教我吃得補份量 那就是好一點 再配上醫師寄來的藥 如果你是真的清淡一點鹹 你說一次過清淡就沒可能 我起碼吃了兩天左右 那它就清淡了八成 現在也有很多人說 蓮花清溫膠囊和金花清錦火粒 是很合理的 是嗎 其實兩條方裡面 都經過很多臨床印證 對這個新冠肺炎相關的症狀 會有幫助 兩條方裡面都是古代的 麻橫石金湯和銀橋散 裡面的演變出來的 麻橫石金湯裡面有麻黃 可以開空化痰 石膏可以清熱涼血 甚至是退燒退熱 而銀橋散裡面有金銀花 蓮橋、板藍根 有爐筋、很多清熱解毒的東西 這個蓮花清溫膠囊裡面 跟金花清錦火粒的分異是什麼呢 蓮花清溫膠囊裡面有些大黃 很多朋友吃完就會輻射 肚痛 但是其實中醫認為 汗吐、下四是我們治療的方向 其中一個蛤 上面也有清病毒 下面就是蛤 也有作用 不過兩種的承藥 都建議大家不要麻木 給我沒有病 不停吃著 吃到可能身體會很虛弱 因為有病就病瘦 沒有病就人瘦 所以應該要經過醫師去鑑定 才可以吃 余太說這段時間 他不只吃忠誠藥 中醫師還教他用鹽水朗口 在發病的初期 其實你也知道病毒的細菌 都是集中在鼻黏膜和口腔 在我很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教我用鹽水 鹹度多少 就大概好像海水鹹度 大概是1比10度 清洗口腔的喉嚨定 以及鼻黏膜 怎樣清洗鼻黏膜 可以吸進去 也可以用一些擠進去 清洗口腔 當有一個巧妙 就是一定要養臉 樂得很高 清洗時 含了一口鹽水 一定要… 當你發出這樣的聲音 喉嚨定打開 病毒的細菌 就躲在喉嚨定上 所以如果你殺不到 很多時候喉嚨發炎 就是喉嚨定開始 另外,黃醫師還說 可以用薄荷藥油 在咽喉附近的肌肉 或者背部的四個月位 定點按摩 都可以舒緩新冠肺炎 帶來的頭痛和肌肉酸痛 不過,正如醫師所說 人人體質不同 無論忠誠藥或其他療法 最好還是諮詢自己的中醫師 先做就最穩妥了 為了方便 病人隔離在家裡也看到醫生 本地三間大學中醫院校友會 最近成立了一個 中醫遙距診療平台 方便大家找到合適的醫師 透過視像電話問診 現在已經有超過三百位 註冊中醫師參加了 陳甘因應個別醫師而定 匯方代表說 這樣做對診治很有幫助 原來就算是同一個 新冠肺炎的一個症狀 他原來表現出來 他的辯證都可以不一樣 所以在治療上 其實在面診那裡 可能會都很重要 中醫師可以透過 他不同的症狀 他表現出來的 一些面色切診的狀態 來再想一個處方 去處理他的症狀 在治療中 有過的症狀 不是嗎 他有過的症狀 有過的症狀 有過的症狀